泥沙在昨天傍晚时分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风速登陆台湾东部和南部地区 让宝岛瞬间变成水乡泽国 重灾区包括宜兰和花莲县 许多学校宣布停客 企业暂停营运 多条主要大道关闭 而长荣航空更是有500多位空服员申请天灾架 导致人手短缺 取消42趟往返航班 上万旅客滞留机场 另外屏东县几个沿海乡镇都已经传出水灾灾情 只见河水水位急速上涨 涌入住家 狼狈的住户措手不及 来不及收拾 眼睁睁的看着物品浸泡在雨水当中 自探倒霉 根据气象局 泥沙已经在今早往中国东部省市逼近 预计台风强度有减弱的趋势 降到大约每小时20公里风速 不过台湾人送走泥沙还是无法松口气 因为当局预计 另一场台风海棠将在今天中午时分登陆 首当其冲的将会是南部地区 随后同样会殃及中国福建省 不过海棠台风结构较弱 预计24小时内就会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 还是会带来持续性降雨 民众受处多加留意 中文字幕提供